青春養生密碼 你會常常掉頭髮嗎 什麼叫做異常掉髮呢 今天很高興請到的是 國泰皮膚科主任 詹容儀詹主任 來節目現場詹醫師早安 大家早 詹醫師首先來聊聊 其實每個人都會掉頭髮 可是如果掉的特別的多 應該就是有毛病的 一般每個人每天平均的 生理代謝大約是掉100根頭髮 如果說超出100根的很多 譬如說每天掉個300根 400根就要特別小心 不過300根400根 一般民眾不太會去特別注意 像是掉的什麼樣的量 或者說譬如說一撮 好幾撮 這個要怎麼樣去計算 一般我會建議就是 如果發現說掉頭髮有增多的時候 可以觀察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早上醒來的時候 在枕頭上面的掉頭髮的量 把它蒐集起來 另外一個就是洗頭髮的時候 在排水孔 堵塞的那些頭髮 把它收集起來 另外一個就是掉在房間 或是客廳地板上的頭髮 把它收集起來 一根一根算 那是最準確的 所以慢慢算就對了 你大概就可以抓一下量 到底有沒有異常 好 像這個如果掉超過三四百根 這到底是身體上出現了 什麼樣的警訊呢 一般來講就是比較常見的 這種大量的掉髮 大概最常見的是兩種原因 一個是圓凸 就所謂的鬼剃頭 它是有可能在短期間之內 拳頭掉光的 壓力太大 對 另外一個就是休止期掉髮 也可能在短時間之內大量掉髮 是 休止期掉髮就分為很… 有可能有很多原因 包括像產後的掉髮 也是一種休止期掉髮 對 這最常聽到 另外就是像一些藥物引起的 或是一些角狀腺功能異常 荷爾蒙的異常 還有常聽到一種說法就是 如果洗頭洗不乾淨 也容易會掉頭髮 有這個說法嗎 這個是比較就是說 一般的說法 不過是沒有絕對的關係 因為一個是影響到頭皮 一個是影響到頭髮 所以這個是兩個部分 是 好 如果說為了避免 這樣的異常掉髮 如果去看醫生的話 醫師通常會做出什麼樣的建議 一般來大概會先 就是做一般的問診 包括說 因為掉頭髮分兩種 一種是頭髮大把大把地掉 就是一天 就是一抓下來就一大撮 對…另外一種就是 所謂的慢慢地掉 就是好像沒感覺掉很多 可是你過了半年 一年 很久沒看到你的朋友看到你 會說你怎麼頭髮好像變少了 所以這種就是慢慢地掉的 但是這兩種其實都會 就是造成髮量的減少 是 這個是問診的部分 其他就是像一些平常 有沒有最近有沒有做過什麼手術 吃過什麼藥物 女生的話就是身體其實正不正常 因為荷爾蒙也會是 女生造成掉頭髮的原因 另外就是我們會用一些毛囊的檢測器 看目前的毛髮的狀況 密度跟粗細 是 來評估 生理 心理都會影響到 如果以正常來說的話好了 掉頭髮是正常的 所以我一般如果是正常的掉髮的話 大概這個數量又是多少 就是100根以內 但是這是一個平衡 如果說一個人他每天都只有掉 沒有在漲 總體髮量一定是慢慢減少 如果說有掉也有在漲 那就不用太擔心 所以平常為了要預防 這樣的異常掉髮的話 要特別注意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食物當中 因為像有一些比較微量的元素 包括像鑫或是鐵 都有幫助頭髮生長 鑫的話吃的東西裡面 像牡蠣 生蠔 海鮮類 對 海鮮類 鐵的話就最常見是牛肉 羊肉 紅肉類的 肉類 或是像豬肝 地瓜葉 葡萄 好 對 吃的東西這個可以加強 是 好 除了吃之外 日常生活上的作息 是不是也要提醒一下 關肉朋友 對 因為現在大家都比較忙碌 所以當然生活作息壓力 這些還是最根本的 所以要維持良好的作息 千萬不要熬夜對不對 對 千萬不要熬夜 好 像喝酒 抽菸這些 也會影響到嗎 抽菸會讓雄性突進展得非常厲害 所以抽菸是盡量 我們是絕對禁止 喝酒的話影響性比較小 但是也不能喝太多 是 好 就是都不要過量對不對 重點是要有正常的生活對不對 好 今天非常謝謝佳醫師 來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有這麼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